最近市場有一個迷思 究竟我倉內擺放的類型股份是如何調配 因為自從年代開始 比較多人說是兩大陣營 是增長股,還是價值股 而我們看到資金輪動不停地出現 例如我看到上星期三為止環球的資金流 其實流入一些價值型股份依然是主打 流入差不多26億美金 連續七個星期已經是只流入 但譬如你增長股連續走了一段日子 上星期又突然扭轉了外流趨勢 入回37億美金 是三個星期以來首次 Winson 怎樣教我們做這兩大陣營的調配 其實剛才說比較保守的配置主 主要就是看看一般投資者本身不是很熟悉的行程 也對自己持股票的信念不夠強 剛才我就覺得可能會預留一點不法 但如果你本身對你持股的每一個倉位 你的信心都很大 我覺得其實長時間接近本倉 都未必是一個壞事 但是就要看看本身你持的那些倉位 是不是有部份可能比較投機性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今年1、2月 升過龍那批股票 未必經歷過一兩個月的調整 就可以到到底的 有部份可能已經是一些被抬高的股票 可能比較投機性的話 其實難聽一點 可能那個牌刷完了之後 可能一、兩年之內都未必回到全球 可能那批股份就要小心一點 但是我覺得其實整體的市場 因為其實增長型的股票其實都回了不少 尤其中港兩地這一邊 一些科技的龍頭 因為其實國內的反壟斷法 都使得主要那兩隻 騰訊和阿里 其實都出現了一個比較深度的調整 加上本身它們各自 都有一些負面的消息 騰訊就是它大股東 減遲 就是減遲了的 阿里剛剛 被人罰了一百八十多億 是的 一百八十多億也都創了 其實中國的反壟斷法 歷史的新高的一個罰款 你看到其實各自出了壞消息之後 市場反應都不是真的上了那麼差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可能初步 價格已經接近一個 很多長線投資者覺得是一個值得吸納的稅位 所以其實這個價位可能會再坐一坐 其實如果你本身有兩年至三年的投資的眼光 我們覺得其實這些價位其實是值得 是可以逐步買一些東西來坐的 當然要看你本身已經是否持有重倉 如果不是的其實我覺得這些價位其實是值得 慢慢開始 開始是去健康的一個稅 你覺得長是多久為止你長的 就是一個長線 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 其實我覺得就算是騰訊 例如當年一百年 全年都不批新遊戲的情況之下 股價都是跌了九個月而已 是 那你如果 其實阿里由螞蟻被否決上市 到現在都過了超過半年 大概半年的時間 那你以騰訊2018年那個背景作為一個參考 其實就現在過了三分之二的時間 OK 那當然最後那三個月可能有機會再跌 但是其實最低位其實你很難是摸得到的 是的 均住了 是的 這些價位可能都差不多的 那要看還有沒有最後一兩個壞消息的市場 終極一節 在醞釀中 還沒有在市場曝光的 但是我看今天其實這宗都很大機會 可能是其中一宗比較大的壞消息 就是曝光了 是的 但是阿里的股價 反而就逆市做得很漂亮 那如果譬如你說阿里的股價 其實今年高位回落都差不多兩成 那騰訊回落的幅度多少少 都有差不多24%